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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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你输了 我要抬你三个脑包崩 那你轻一点 放心 我们肯定会 用心全力 哈哈哈 怎么样 服不服 还有两个 继续 怎么了 我先回家了 哎 你这就生气了 也太玩不起了 哎算了算了 你走吧 把门口的垃圾带走啊 你最近太贫了 巡店的进度没有那么急的 忙一点好 没事 你把文件给我吧 鸽子 你上次不是说 夏天容易出油掌揍 想要清爽一点和服品 我听说函树这个铝胶囊 空有保释挺好的 没事的 我就是随口一说 鸽子 你就是因为他要跟我分手是吧 你能别无理取闹了吗 我不同意 当初我们谈恋爱的时候怎么说的 说分手的人要接受惩罚 来吧 你 你干什么 我跟他的事跟你没关系 惩罚完了 我们可以结束了吧 你不会真因为这个小白脸跟我分手吗 我说了跟他没有关系 你不要无理取闹 那怎么可能是因为一个脑瓜崩吧 只是因为一个脑瓜崩吧 当然不是 是像雨天你从来没有朝我倾斜过的伞 是哪怕再晚你都没有主动过送我回家 是你对我的漠不关心毫不在意 嗯 这七年里面没有犯过爱情的子孙 但你也没有爱过我 至少在这七年里面 我 我是没有感到的 对不起 我错了 到此你去吧 我 你还要跟我到什么时候 别 太晚了 你个人回去不安全 我想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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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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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甘情愿的放弃了工作 哈哈结婚了 终于把你娶回家了 以后你就在家享福吧 我养你 我妈说 男人的话才不能信 哎 那我们把结婚证撕了吧 这样我就不会分开了 你开什么玩笑 你放心 以后我会对你好的 走吧 赞金 叔叔 正好我周末买点东西回去看我爸妈 我养着你 还养你爸妈 想都别想 可是 我爸妈不就是你爸妈吗 表面上是啊 但是我又没有赡养他们的义务 嗯 最近厨艺有长进 我就说了吧 要入乡随俗 平天下周结婚 我要随多少次能见 那是你朋友 又不是我朋友 自己看你爸妈 最后一刻是 你给我五百吧 三百也行 合着这是红明燕 可是今天是我最好的朋友 你是不是傻 把我当慈善家了 我给你钱的不够花 还有给他花 哈哈哈 唉 走几点钟了才回来 有轻福不想 非要去上班 什么福啊 是在这个家当全年无休保姆的福吗 还是问你要一百块钱 还要看你脸色的福 你怎么又落花钱买这些东西啊 你没资格管我 我花自己的钱给自己买东西 你非要算得這麼輕是嗎 這個家裡能呆就呆不能呆就滾 是我算得清楚 這個房子是我的婚前財產 要滾也是你滾出去 丁哥 你什麼意思 字面衣服 離婚 經歷了才知道 只有自己經濟獨立 才能有一個婚禮的一起 婚前一定要去南方家裡吃頓飯 叔叔這是給您帶的一些禮物 好好太客氣了 哎鴿子 你先去廚房幫忙 哎鴿子是吧 來趕緊過來拔蒜哎 給 這把廚房門開了 客廳冷池都跑完了 多熱 快播呀 到點就要吃飯了 孩子媽媽來把畢嫂一下 都下不了酒了哦 來了來了來了 大嫂 怎麼他們男人都不來搭搭手啊 辛苦他們乾嘛 這本來就是咱們女人的火呀 老婆 給我倒杯水我口乾了 哎 來了 現在想來 很多事情不是沒有事先預兆 而是我沒有仔細想過 姜池我出差這麼久 你內褲都不洗啊 我爸說了男人洗內褲會倒霉的 什麼會倒霉啊 跟發霉還差不多 哎呀 你順手洗一下不就行了嗎 姜池 嗯 阿姨跟嫂子還沒用錯呢 等什麼等 在我們家就是男人先弄筷子 哎 鴿子 我們去那邊吃啊 來來鴿子 來媽 來吃飯吧 鴿子 謝謝你的好意 這些我沒遇事 別說了 你也是油皮吧 我給你也抹一點 男人呢 可不能太油膩 什麼油膩啊 我這可是男人味 現在時代真是不一樣了 我媽一輩子都沒有我護膩 那下次回去我給你多帶 原來在我們相處的日程中 早就藏著這麼多細色疾狠的線索 我們出手了 為什麼 因為婆婆的今天就是兒媳的明天 這種看不到希望的明天 我一點都不想 來來來來來 哎不是 人都沒到心 你怎麼先吃上了 姜池 你女朋友這是不把我們放在眼裡啊 肚子餓了就吃飯啊 大家都這麼熟了 應該不會介意吧 你 記憶中男朋友的兄弟好像從來沒有把我放在眼裡 哎呀 鴿子快點 別磨磨唧唧的 我們都餓了 來 大家吃啊 想吃什麼跟鴿子說 讓鴿子給你們做啊 鴿子 幫我拿杯飲料唄 哎鴿子 菜不夠啊 再炒兩道吧 我不吃香菜的啊 嗯 快去 洗完碗再給我們切點水果啊 走走走走走 那我怎麼辦 那我怎麼辦 車上坐不下了 你自己打個車玩啊 哎 鴿子這行李車上也放不下了 你一起帶過去啊 哦 哦對了這箱子裡是我的相機很貴的 別磕到了 哎哎 哎這邊這邊 上路上路上上 快快快 我來了我來了 就擅自用我的護膚品啊 哎呀 你什麼意思啊 我朋友都在這呢 朋友 他們不過跟你一樣是一群不尊重女人的垃圾罷了 但我不會怪他們 因為你才是最可恨的 是你從來都沒有尊重過 所以你的這些朋友才不會把我放在裡面 哥子 對不起 滾蛋 分手 男朋友的兄弟不尊重你 不是你不夠好 只能說明你男朋友也沒有多看重你 在戀愛中學會畫筆 能生很多事 你喜歡啊 你生日好像快到了 真的 嗯 謝謝寶貝 快睡覺 嗯 哎 江池生日哥子賣的啥呀 啊 我早就選好了 就是忘記下單了 就是你最喜歡的那個 真的 最新款的PS5 到時候大家一起來家裡玩啊 哈哈哈哈 怎麼是這個 不然呢 你以為是什麼 這都過了多久了 說好了給我買的遊戲機呢 呀 不用忘了 哎呀下次下次過生日我一定給你買 下次生日 我都和兄弟們說好了 這周們來家裡打遊戲 那怎麼辦呀 再說了不就是忘記買遊戲機嗎 你至於發這麼大的脾氣嗎 林哥 做不到就別口 天天給我畫大餅有意思嗎 我這畫大餅的技術啊 都是跟您學的 江池 你看他們都出去旅遊了 這有什麼好羡慕的 下周我們也出去 哎 就是你最想去的那個大禮 到時候我多給你拍點照片 發朋友圈羡慕死他 好 從前他說的每一句話我都信 喂江池 不是說出去玩嗎 我東西都收拾好了 你人呢 啊 我給忘了 我剛從網民他們出來 我行李都收拾好了 哎呀 嚇死了 我這都跟他們出來了 下次我一定別去啊 喂 下次回頭改天一定掛在嘴邊 你知不知道你隨口一句的承諾 我真的會期待很久 說到就要做到的道理你不懂嗎 哎呀行行行 說到做到 你不是一直想去那家泰國餐廳嗎 我現在就陪你去 不必了 我吃你畫的大餅已經吃飽了 分手吧 不是 就這麼一點小事你至於嗎 我下次改還不行嗎 又是下次 你這大餅還是留給別人吃吧 曾經是星期捏捏 隨隨便買雙聲千千 模仇就位啊 準備開始了 好 非常慢 OK 收工 哎 哥子 這熱一天了 晚上冰啤酒走一波 嗯 不 我男朋友在家做飯了 好吧 拜拜 我今年27歲 卻演了一個28歲的 哎 別動別動別動 哎 哎我跟你說這個鏡頭啊 拍人像真的超絕 來笑一個笑一個 哎呀 看我 哎呀快點看我嘛 來來來來來 看我 你怎麼了 你什麼時候買的鏡頭啊 不是要交房租了嗎 你拍了一整天肯定很累 看我跟你做了什麼好吃的啊 來了 你最愛的紅燒牛肉 哎 我跟你說啊 就這個鏡頭拿去拍短劇 那質感提升絕對不止一個檔次 你看看這個風感 哇 真是 老闆撐一下 十二塊 火騷馬 早了嗎 馬上 老闆 這個菜我不要了 沒錢給你買什麼菜 担惡我做事 不好意思 你是不是都卡你的錢了 那是咱的首付 叫房租了嗎 今天房租來催租 所以昨天那一萬二 你全拿去買鏡頭了 你聽我解釋啊 我有了這個鏡頭啊 一准能拍出大片 我懶得替你解釋 你能找個班上嗎 那些散活啊 我才看不上 那些都稱不上是藝術 藝術你懂吧 藝術能填飽肚子嗎 你都當午夜遊民多久了 這樣吧 我那個製片人 他最近在找攝像 給的報酬也挺高的 我推薦你去好不好 拍那些沒有質量的 吐不辣吉的服裝片 我才不去 是 你清高你了不起 你一萬二的鏡頭 你說買就買 你知不知道我 剛剛在菜市場 我連12塊錢的菜錢 我都付得出來 好了 我錯了 你給我介紹那個活啊 我去了 我保證 我以後好好努力工作 賺錢 以後你想買什麼就買什麼 好不好 破片子 老子不幹了 麻煩您再給他一次機會 他是你找來的是吧 對 你倆給我一起滾蛋 不是 你都不知道他讓我幹嘛 他讓我對著人家角度一樣的拍 一點衝動空間都不給我 你可以不拍 以後也沒人管理 我有自己的理想 有自己的堅持 你就不能理解理解我 我不能 但是你的理想不是我的 我為什麼要理解你 我要錢 我不想租房了 我想過正常的生活 我們這生活怎麼就不正常了 我們這麼多年不都是這樣過來的嗎 你什麼時候變得這麼物質啊 我物質 我所有的衣服不是打折的就是過激的 我那些護膚品用空落我也捨不得買 我每天吃的不是泡麵就是蛋炒飯 我就連想買房子都是自己攢的錢 你見過這麼物質的嗎 林哥 你不就是錢就我沒錢嗎 你就對我不能有點信心吧 對 不能 因為我跟你在一起的日子 我在你身上看不到一點希望 我 好 非常好 哎 我們想進去拜一下 你可以在這裡等我們一下嗎 行 我在這等你們去吧 小朋友 這個廟靈不靈啊 靈呢 不信你試一試 當年是我不懂事 希望可以有一個一個機會 讓我想見的人 出現在我們的眼界 這麼大的人了 怎麼還行這個 我 哦 我習慣了做他的副駕 你不會介意吧 沒事 我有一個善解人意的女朋友 但她好像 並不愛我 不是 你怎麼生病了不說一聲啊 快躺下 我就是小感冒 我自己也可以的 下沉 要不下回再劇吧 我和老婆 我女朋友在催撤了 走了 拜拜 雲畔兩人有 太多可能 你怎麼能夠 一再放 是最大的刻 黑夜之間變千人 我可以 你 要出去嗎 你希望我出去嗎 我先去睡了 一場任 零哥 震都能忍 你真的一點都不生氣嗎 哼 你可不可以 不要丢下我 这是我才知道 他所有的善解人 其实都是重处 你怎么这么矫情啊 全世界就你会透镜是不是 你在屋里取闹什么啊 他只是我的好哥们 整天黏着我真的很烦啊 我受够了 除了曾经受过的伤 让他变得小子 一场敏感 还有他的眼神家庭 鬼去找你妈那个大主人 你怎么这个时候打电话来 你怎么说在家呢 你有什么事啊 跟你在说 从今以后 你不需要小心翼翼 也不需要乖家董事 不管你怎么样 我永远都不会丢下你 后来 他变得开朗爱笑 和我期待的一样 在乎 依赖我 贴上小仙女专座 我看以后 谁还敢坐我的位置 必须搞个通宵 可以可以可以 走走走 不管呢 走 去慢慢感到厌倦 姜池 你今天一天都没有回我的信息 我很自爱 你是不是不爱我了 你到底有完没完了 我告诉你 你这样搞得我真的很累 难怪所有人都要离开你 你这样根本不配被人爱 和平不争取 就放在彼此 衣服给你洗好了 厨房还有你最爱吃的鸡翅 你经常爱吃油炸的东西 又是油皮 这套寒书绿胶能就留给你了 还有 一周年快乐 谢谢你陪我的这段时间 我以为自己和他们不一样 可我好像 妈的为自己的更生事 我们周围怎么出这种人啊 就是 我 不要脸的老女 你谁啊 僵持的未婚妻 所以呢 跟我有什么关系吗 赶紧还钱啊 要不是你拼他的彩礼钱 他早跟我结婚了 哼 这么久过去了 他还是喜欢诋毁前人来 撇清自己啊 什么 僵持 我爸妈这周末过来 一起见个面呗 啊 这不太好吧 为什么 他们就是想见见你 还是说 你根本没有打算结婚 其实 我有件事一直没告诉你 是怕你介意 当初 我前女友骗了我彩礼钱 我所有的积蓄都 我实在是没脸见你爸妈 那他也太过分了吧 算了吧 就当是花钱 认清了一个人 你就是太善良了 没关系 我们两个结婚的钱 我们一起攒 嗯 最后 他八万的彩礼钱 我还给他贴了六万 你可说无凭 他的兄弟们可都说了 你限制他交友 大家再不会都污蔑你吧 我去上个厕所 哎兄弟们 那个鸽子身体不太舒服 我们就先回去了 我没事 鸽子怎么又不舒服 就是啊 这才九点钟 你们俩怎么这么扫心啊 下次不叫你们 哎呀 特殊情况 下次再去啊 拜拜 不是 我没有不舒服 走走走 我真的没事 你可以继续跟他们玩 啊 我还以为 那是你要我回家的暗室呢 哎呀 我要是想回去 我直接跟你说就好了呀 哎 都怪我 我前女友就是 不喜欢让我跟他们交朋友 就以各种理由 不让我跟他们玩 你放心 我不是他 我不会限制你交友的 你只要开心就好了 好 我后来才知道 他总是喜欢用这种方式 来躲避跟朋友的AA 他一个大男人 怎么不会小气成这样吧 他连彩礼都能抠 他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的 鸽子 生日快乐 谢谢 我就跟你说了一次 想要矿油的护肤品 没想到你还记得 这个韩树绿角呢 我种草好久了 它里面有燃耳酸 水洋酸 烟鲜鲜 矿油又补水 可适合我这种油皮了 江湖石呢 鸽子生日 你准备了什么 哦 我 我怕自己买不好 这样吧 我给你开 两万块钱的亲密付 你每个月想买什么 自己直接用就行了 哦 太羡慕了 我什么时候 也能有这样的男朋友啊 你刚刚是不是用亲密字了 啊 怎么了 我刚刚收到一块八的消费记录 哦 我刚刚坐公交车回来的 那个亲密付的顺序 不知道怎么就自动划扣了 哎 这样吧 我把那个钱转给你 你还真够转账了 我刚刚不是故意要质问你的 只是我前女友 她一直花钱大手大脚的 老子我现在一直都有心理应用 没事 懂你以前的苦 这年头 刷个一块八的亲密付 都能被人吵老女 那你绿了她的事情呢 一个男人不至于给自己造这种谣吧 那你真是对她的无耻 你还想诋毁我什么 闭嘴吧你 你都跟他说 造谣是违法的 以后再让我知道你在背后诋毁我 肯定不会放过我 当一个男人在你面前诋毁前女友的时候 你就应该知道自己的想法 就因为几个碗没洗你就要跟我离婚 苏苏跟加勒又吵架了 你见过哪个男的做家务的 也太无人取道了吧 那你要觉得我是个疯婆子 你就自己一个人过吧 哥子你先带苏苏去我们家吧 先把他们俩搁开 江哥 我是真羡慕你啊 我要是没拿 你等我一下 你看你家鸽子 又贤会又听话 不像我家苏苏 整天为那些破事闹 你懂什么呀 好老婆是要被训练出来的 鸽子刚跟我结婚的时候啊 也特别有主见 觉得男女平等 家务活都要两个人一起分担 然后呢 你跟女人吵什么呀 就顺着她说呗 但是做与不做 咱们呀可有的时候 喂老公 你怎么还没回来 我不是让你今天打扫卫生吗 对对 我看卫生 什么事我先再说了 那好吧 其实啊 我就是在车里打游戏而已 为什么 你想啊 那家里乱糟糟的 他看不惯 自然就会收拾了 反正我也无所谓 没有啊江哥 来来来来 哥再叫你一招啊 记住 做事千万不能太利索 你怎么又打碎了 这个月都第几个了 对不起老婆 我以前没做过这些 算了算了 你出去吧 笨手笨脚的 我来收拾吧 特别贤惠的老婆 你都听到了 是啊 我都听到了 原来你们把老婆当狗一样去呢 不是你听我解释 滚蛋 好狗不长大 你就长得我对你那么爱 那么好 你怎么把存款都给了公路 你应该给自己买套房啊 为什么 我们都是一家人啊 别怪我没提醒你 有些女孩长大后 是很容易没有家的 我相信江池说一定会给我一个最幸福的嫁 刚结婚的我 根本不能解闺蜜说的话 欢迎回家 请女主人检阅 好好看啊 我真的很喜欢 可是很快 爸妈他们过来住几天 什么叫住几天啊 他们来了就不走了 我们不是说好了吗 婚后还是过二人时间 他们是我爸妈 这里就是他们家 他们想住多久就住多久 轮得着你说吗 你别太自私 这都三点了 你还知道回来 啰嗦 你三天两头子出去喝酒 这个家你要是不想会就不要回了 你有资格说 这个房子是我买的 我想什么时候回来就什么时候回来 你要是不想那就滚 我滚 是我不小心又碎了一个光 有些人在长大后是很容易没有家的 你怎么来了 我妈 僵持出差了 我身份人在钥匙 所以 进来吧 儿子啊 让你多买几层拖鞋 客人来了好穿 你又忘了吧 没你的鞋 臭臭穿你弟的吧 姐 你怎么来了 快去做饭 他难得来一回 哪一样客人做事的道理 姐 让你做 没其他凳子了 就做这个吧 妈 我想在家里多住两天 反正僵持也出餐了 不是你的菜你乱夹手 招人自在 那你在皮皮的玩具房 凑合一天吧 可千万别动他的玩具啊 这个房子我好歹也出了三十万 都是一家人出点钱怎么了 再说了 你都结婚了 又不住在家 不 哎 你什么时候走啊 怎么了 你在这里 我的奥特曼都没地方睡觉了 你为什么不回自己家啊 原来结婚后的姑娘家 你回来了 会变成你来了 没有一间房子 一双拖鞋会随着你 别动你弟的 为什么房产证上只有我弟的名字 写你弟的名字怎么了 难道写你的呀 嫁出去的女儿 拖出去的水 现在你生的孩子又不姓名 行 你们才是一家人 我是外人好吗 最重要的是 结婚前一定要买一套自己的房子 为什么 因为有些女孩长大后 是很容易没有 下星期就要办酒席了 你说不结就不结啊 你以为是过家家啊 都知道我儿子脾气好 工作稳定 对你是本意本身的 你还有什么不知足啊 你没什么想说的吗 妈 你别看着她 她所有的事 我都能做主 这就是我要跟她分手的理由 哇 非常好啊 简直就是大片 两位心愿再开心一点 这就是你妈找的一千九百九九的全国旅拍 这哪是结婚照啊 正经耸片 哪有你说的那么夸张呀 这不是和你平常拍的差不多吗 挺好的呀 你是认真的吗 哎呀 影楼的老板是我妈的一个朋友 人家给我们成本价 咱们就 不是 我早就找了工作室订好了婚纱照 是你妈 那非说认识什么摄影大师 还说交了定金 我问你 这个东西 它怎么摆在婚礼的门口啊 怎么就摆不了了 正好我们婚礼也是中式 你刚说什么意思啊 我们不是法式婚礼吗 哎呀 我妈说白色晦气 来参加婚礼的都是一些老年人 这中式也显得任劳喜情不实 我说嘛 为什么非要拍这个中式的婚纱 我以为你就是想试试 没想到你跟我玩了这么大一个坑呢 你到底有没有尊重过我 婚纱照就算了 婚礼这么大的事情 你也要尊重一下我吧 可是我妈都说了 天天你妈说你妈说 到底是你结婚还是你妈结婚 儿子听妈的话 有什么不对啊 这更说明我们家僵持 孝顺 妈管的跟渣男最大的视觉 这是 除了要恶福一个渣男 还要时刻警惕一个充满心机的妈 原来你因为这个生气啊 行啊 如果这么介意的话 不加我名字就是了 反正百年以后啊 我的 你是他的 你真的以为只有这件事 他最大的问题就是他没有担当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 怎么办 这 这我全责吧 没事 我们买了保险 就正常报保险 可是这样会留案底 会影响我工作吧 不会 这个是追尾 又不是肇事逃逸 不会有案底 到时候我给他发个红包 教训买到做数据 不是 这不会留案底的 不行 我给我妈打个电话 看我妈怎么处理 毫无担当 几乎是妈网团的标课 遇到事情的第一反应就是逃避 永远都无法学会独立承担 要我说 妈宝男的本质就是自私 阿姨 你真的以为他什么都不懂 他只是习惯性的拿您当挡箭牌罢了 他好歹也是一个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成年人 他跟您相处了二三十年的时间 他难道不知道自己妈妈是什么德行吗 他要是真听你的话 他早就考成亲辈了 说到底 他最爱的就是他自己 坏 你有什么资格教训我孩子 对对对 你们俩正好锁死 千万不要出去护害其他人 出去 你干嘛 谢谢医生 好我你这个杀人算 还我孙子 还我孙子 靠孽呀 家门不信 孩子才三个月 你居然忍心打溜他 你还试人吗 够了 我绝对不会让我的孩子出生在你们这种家庭 妈 吃饭 妈 我这刚还上 怎么每天不是泡面就是生菜啊 怎么了 我辛辛苦苦伺候你 还挑三拣四的 不是 主要是我 我那这个泡面的味道我就想吐 我这也是 这是给我儿子准备的 你吃的也要吐出来 捞他钱 妈 我特地从老家过来伺候他 没想到 他那么嫌弃我 妈 你别急 你怎么回事 明明是你妈 我妈怎么了 她这么大岁数主动过来照顾你 你还不让感恩 赶紧洗了 就因为这么一点小事 你至于吗 至于 我一想到孩子有你这样的爸 我就觉得可惜 我找单纯 杏池 我不知道你洗碗门怎么还没洗 晚点 一寸有一寸 将我的心宽传 有一分有一分 打出来一半 让我能保持痛感 都到晚饭的点了 你怎么还没洗碗 不是你成年叨叨叨叨叨的什么呀 那跟家务婆本来就是女人的事 我愿意帮你已经很不错了 还要紧 什么叫帮我啊 你吃饭不用晚啊 结婚前你都说了 所有的家伙都你干 你都说了 那是结婚前 你不是说你那天开会吗 为什么会去开中点房 妈说没去过高档酒店 想去体验体验 不信你问他呀 妈 这事只要你帮我瞒着 他是肯定不会发现 我在外面的事的 好 妈知道我儿子魅力大 你也不要太笨 你放心 他现在怀孕了 又变丑了 肯定不敢和我离婚 除了我谁敢要他呀 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情 就是嫁给你这种的 你 好 那就离婚 正和我离婚 我告诉你 你可别后悔 我离婚还能找个十八个 你呢 一个离国婚的女人 还打过胎 五十岁的老头都不要 你无耻 等等 要离婚是吧 把财礼钱还给我们 否则我儿子 是不会给你签字的 对 我差点都忘了 你们家只给了我 三万块钱的财礼 根本配不上 我这么好的嫁妆 女人可以我嫁 可以无嫁 但唯独不能挫抢 我女朋友 特别爱在外人面前贬抵我 哟 姜哥 你这表看着不便宜啊 你小子现在发了呀 算你小子有眼光 哎 我什么发了呀 他这个手表就是看着好看 又不值几个钱 买来装阔气的 不可能啊 你这表肯定值钱啊 我看你俩就想装穷是吧 表哥表嫂 小明 哟 表哥 你最近可真牛啊 又升纸又汉车的 这车也不贵 哎呀我们哪有钱啊 占那点工资都养不活自己呢 这个车是租来的 送我回家的 我就说我哥12日这么有钱了 一起上去吧 哎 好 走 哎 你干嘛都在撒谎啊 直到分手半年后的同学聚会上 我又遇到了他 不好意思啊 来晚了 哎 鸽子 你男朋友做什么的 介绍一下呗 他啊 就无业游民一个 没什么好说的 没想到 过了这么久 你这脾气 还是一点都没变 真不知道你男朋友 是怎么受得了你的 多亏了鸽子 我还能在家里做到家庭主妇 家庭主妇 哎呀 现在谁有我们僵持发达呀 有车有房 还不去票子 哈哈哈哈 哦 林哥 你要是有什么困难 直接跟我说呗 我认识的人多 还跟我客气什么 不用了 哎 蒋哥 你条件这么好 借我双块钱呗 我去媳妇用 哎 老蒋 你人卖广 多关系给我整理找工作呗 哎 你赚那么多钱 你就多帮帮老同学呗 帮一下吧 帮一下 你刚没有生我气吧 没事 我知道你是微博 其实我不是故意 要在万人面前贬低你的 其实我爸当年 也是因为承包鱼塘 赚了一点小钱 买了车和房 告诉了既旗朋友 后来他们都来借钱盘关系 再后来 我爸鱼塘里的鱼 一夜之间全死了 直到他病危 他借出去的钱 也没有要回来 喂 小明啊 我上次借你那个钱 你准备什么时候还给我 我正要还房贷了 催什么催啊 你不是有钱吗 还在我这里钱啊 你 所以 你才一直让我在万人面前装穷的 这个世界上 除了父母 没有人真的希望听到的好 这个人 我才终于明白 他曾经的两口游戏 我懂 咱们过好自觉人 不需要和外人 别偿换 灯犯时夜 抿风的眼泪 一滴就很邪 凌哥 他是谁 啊 别误会啊 他就是我男闺蜜 跟不走 才一顿咖啡你就受不了 我可是忍受了三年 你男朋友身边 有那种没有边界感的汉子茶马 好家伙 就会第一时间都不叫爸爸我了 我发型 不是说是兄弟局吗 怎么带了一个妹子来 这我女朋友林哥 儿媳妇 别拼嘴 叫嫂子 谁让你换女朋友那么快 不过这次这个 确实身材还不错 对不起啊 我嘴比较快 她就一个男孩子性格 但是心不坏 来 不是吧 天气都这么热都要中暑了 你还买热的 什么情况你自己不知道 喝冰的 你船路不好 也不能喝冰的 空调温度这么低 你就不能穿个长裤 哎呀你要热死我 老婆 我买了你最爱吃的排骨 你怎么在这 姜池把备用钥匙给我 她没有跟你说啊 你身上穿的 是她的衣服 对啊 怎么了 苏苏 哎 鸽子你回来了 我给你买的新衣服 现在穿在了她身上 哦 苏苏房子到期了 来我这借助几天 她没带睡衣 我就随便你来找了一件 你 哎呀 瞎不为例嘛 你今天回来辛苦了 走 我给你做饭去 好了 你先去洗个澡 饭好了我喊你啊 姜池 看来嫂子不是很欢迎你 我先走了 哎 你干什么 我干什么 你要是喜欢苏苏 你就直接说啊 不用消遣我 你知道吗 不是 你在消遣过什么呀 我们只是朋友 我们之间没有任何越界的行为 我跟她要在一起早就在一起了 还能有你什么事啊 你越没越界我不知道 但是 你允许她越界了 算了吧 他们女生心严小事又多 我们女生 姜池 你什么时候有一个 从泰国回来的朋友 不过 看上去应该还是挺成功的吧 笑声没什么 爱你 结果 回到准备后 我们回来了 变了一个人 去把水果洗了 哦好 来进来坐 妈 还弄着干什么呀 做饭去 哦 来 吃点水果 妈 我去帮帮她 不用 她一个人就可以了 吃饭了 哇 老婆身藏不漏啊 哦 你们先吃 我去收拾一下厨房卫生 哎 别着急啊 吃完饭我帮你收拾 不用了 我很快就好了 妈 鸽子平时在家不这样的 您别误会啊 误会 什么误会 误会我 亏待她 真没有 妈 晚上吃什么呀 吃什么吃啊 赶紧做饭去 我去做 哎 姜池 你去 啊 鸽子都说了她做了 您干嘛 行行行 我做还不行吗 真不知道谁才是亲生的 鸽子 跟妈看电视去 鸽子 不敷呢 妈 我没有天天用 就今天 难做别人家的 我媳妇没有 一天到晚 就知道折腾你那脸 这么坏仗 谁敢娶你啊 妈 我自己能养活我自己 你看看你的房间 是个狗窝样 以后哪个婆家受得了你啊 行行行 我扫我扫 顺便把客厅也扫了 回来了 嗯 做饭去 妈 我现在有好极的工作 不差这一会儿 我这也是为你好啊 那个女孩不会做饭 哪个婆家会要啊 妈 我不好好工作 我怎么赚钱养活我自己啊 既然结了婚 就有人养 女孩工作能力再强 没用 早点结婚才是正道 你还处的那干什么呀 赶紧拖地去啊 没拖完 别吃饭 放心吧 我绝对把她给摆这 够了 我是看在林哥的面子上 才叫你一声 但是你也不能这么欺负她 你还不吃好歹了啊 我替你讲她规矩 我还有错了啊 我娶的是老婆 又不是保姆 我们家不需要她懂规矩 老婆 怎么 怎么不讲 好啊 你们出了这个门 就永远不要回来了 此刻我才知道 不是所有的妈妈都心疼自己的孩子 有的妈妈 潜意识里都是把女儿当了虚伪的 哼 虚伪 哎 要不要再买点别的 不用 意思一下就行 你就买这么一点也不先丢人啊 还不如不买 那你去别人家吃饭 你总不能空手去啊 什么别人啊 那是我亲妹妹 一看你就没把娜娜当自己人 嫁客套 你别吃了 娜娜还等我们吃饭呢 哥 嫂子 快进来 娜娜 给你带了点水果 都是自家人 以后原来就可以了 还不是你嫂子 跟咱妈似的老顽固似想 哎你 嫂子 外面肉 快进来 我快救着 别打 没事 哎 这么晚了你干嘛去 达哥 喊我们兄弟喝酒 去他家聚一聚 哦 那你在路上买点东西啊 别空手去 丢人 我跟达哥那可是从小到大的交情 你这假科的只会褻渎我们的兄弟之情 走了 我 饭马上好了 嘿嘿 啊 爽 当当 龙虾配酒 越喝越有 尝尝我自己家种的西瓜 看不出来你们一个个还挺欣欣的啊 那可不 好歹我们也是有老婆的人了 哎 江汤 你带什么了 我 都是兄弟 来师就行了 回回空手就算了 来了还跟大爷似的等着伺候 真把这当自赢家 那你去别人家吃饭总不能空手去 那你在路上买点东西啊 别空手去 丢人 啊 来了 来了 哎 哎 哎 鸽子 你怎么来了 还好意思说 谁家好男人聚会不带老婆 快进来 快进来 老婆考虑得周到 今天要不是你在 以后这兄弟 怕是都没得做了 哎呀 没吃饱啊 十点劲啊 好嘞 以后啊 这个人情世故 还是要上点心 知道了 以后都听你的 无论多亲密的感情 都需要用心武器 不好意思啊 我来晚了 来来来 去去去去 你看看你好意思吗 让这么多人等你一个 公司临时有事 行了 赶紧买单去 这样吃 还是你一小子有福气啊 娶了个又漂亮 又会赚钱的老婆 什么胡子 你们是不知道 当初为了娶她呀 我家底都快掏空了 结果他们这就毁了我四床被子 那也是四倍啊 所以啊 她现在得加倍地赚钱补偿我 要不然我那六万块钱 彩礼就白花了 自从结婚后 老公就一直对我的嫁妆耿耿于怀 姜池 收了多少钱好吗 让我看看 没多少 老婆 我充业资金还差点 要不你把你彩礼和嫁妆 先给我拥拥呗呗 哥子 这个是姜池给的六万彩礼 这个是爸妈给你的二十万嫁妆 记住了 先别让婆家知道 这钱在你手上 包括姜池 妈 我跟姜池 我们俩都结婚了 听妈的 妈是过来人 这都是为你好 我跟你说话呢 我这个项目 回报率特别高 彩礼 没在我这 那 那嫁妆总在你这吧 嫁妆 不就在那吗 你们家卖女儿呢 别人这回嫁妆都是双倍 你们家就用四双倍子 把我打破了 你自己睡吧 后来 这就成为了她偷懒和伤心的礼 你以为六万块钱财礼很多吗 每个月房贷四千 你把身边住院十几万的药费 你出过一分吗 我跟你结婚三年了 你就以为嫁妆财礼这一事 待在家里 乌乌之夜 家里都吃了三年软饭 你现在怕刘瑞了 我不怕 你个臭娘 她不行了 你动手 离婚 我这是一天都不成为 有本事的男人 不看我的财 只有没本事的男人 才会尽尽尽尽尽